其实每一次在台上跟各位前嫌分享这些道理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的内心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因为就是透过一堂课又一堂课 不断的深入经典 不断的在探讨这个所谓的做人的一个道理 也让自己的阿赖耶士里面 种入了很多善法的种子 也帮助自己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多了很多的一些机会去检讨出自己的无名 也就是习性 秉性 它存在哪一些的角落 然后借由学习的过程里面 就把它挖掘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的未来生 在修行的路上 如果可以像这一生一样的一帆风顺 延续着福提的一个大道行走 去未来生达到一个究竟圆满的成就 我觉得每一堂课 参与聆听的前显 您于后学而言 都是我这一生的善知识 都是我命中的一个贵人 我是怀抱着万分感恩的心 在承担这些工作 在进行这些学习 我始终相信那一句话 也就是你送出去的你得回来 表面上看起来 跟你们分享道理 帮助你们奠立一个正之间 但是在分享之前 最先要深入意义的是自己 最先要把圣人的经典 内化为自己的东西的也是自己 所以永远不要吝啬 跟别人分享任何一个东西 义礼也好 吃的也好 个人力量的一个付出 他都与我们的现在生未来世 其实都埋下无穷的一个好处在里面 接着我们来谈 巴哈医生所讲的 我们应该要放掉吃肉的习惯 要改变蔬食 他的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 当我们肉吃的太多的时候 我们除了去吸收到 这些不同动物体内所残留的毒素 我们也把那些动物身上的脾气 也渐渐的往自己身上里面给收留下来 为什么 因为你在宰杀他的过程当中 你会把自己的恻隐之心 点点滴滴的磨灭掉 就像我看到的那一个鸭子 他在最后的那一刻的时候 他还希望能够逃避死亡所带来的一个迫害 所以不要认为其他的动物是低等的 人是万物之灵 我们发号施令 所以我们比他们聪明 我们比他有用 那接下来就是要跟各位前前讲 用道家里面所讲的几个动物的代表 我们来检点自己 我有做到这些吗 有的时候万物之灵的人类 可能不如这些马路上随处可见的这些的动物 我们在道场当中 常听到我们吃素的人 三叶五昏不要碰 那所谓的三叶也就是谈天上飞的 地上走的水里游的 这三界的众生 通称之为三叶 那这个叶不是讨厌的意思 你千万不要解释错误 天都讨厌他们 水都讨厌他们 所以我们帮着天跟地把它给宰杀掉 功德无量 你意思解错了 中国的造字含义甚广啊 这个叶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他是很安详的 他是与世无真的 在天空跟在水里游在路上跑 万物病欲相生而不相害 谈经里面不是有这一句吗 是我们人类率先进入到这些动物的世界 率先将这些动物的生存权给他剥夺了 我们破坏了人家安静的生活 我们拆散了人家的一个家庭伦理 然后我们造成人家的血肉横飞 我们让人家死不安眠 死不得其所 所以我们就来探讨 既然要少吃肉 我们先从三叶解释 这个三叶在道教里面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代表 天燕燕地燕狗水燕乌鱼 什么叫燕 天里面飞的那个大燕 它虽然是一个飞禽 但是它的身上却有我们立身处事 你要去复明的武藏之德 那个马路上跑的那个野狗也好 或者你换养的狗也好 它有一个中置的代表 所以我们看到日本 我们看到台湾十八王宫庙 是不是也有把那个狗立一个牌位 后学家里面养一只狗 一只土狗 父亲在晚年的时候 有那种阿兹海莫症 这只狗每天陪着它 早上五点多陪父亲到外面去散步 然后再陪着他回来 因为有狗的陪伴 所以在父亲症状很轻微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比较安心 有狗陪伴他 有一天这样子在我们家里 活了将近十多年 有一天他出去了 他没有再回来 父亲告诉我们 在陪父亲过马路的时候 被急死而过的汽车给撞死了 这是我亲身的一个经历 所以狗有这种天赋的一个德性 八德里面 孝替忠信 还有礼毅廉耻 什么叫忠啊 敬己之心 畏之忠啊 你讲忠君爱国 你讲忠于世 他都是一个忠字 很多人做不到的 狗用他一生的岁月 去把他落实出来的 美国不是演过一部电影吗 那个狗死的时候 转世投胎又做狗 还想回去找他过去的那个主人吗 所以古今中外 对于狗的中心 都有相同的一个表述啊 乌鱼 乌鱼就是我们没有吃素之前 餐桌上很昂贵的食物 乌鱼子的妈妈啦 叫做乌鱼啊 他有性啊 所以道教与这三种来做表证 我们就略为介绍一下 我们学到的人 孝天法地 天地之间所存在的万事万物 都有我们要去学习的一个内涵 我们现在降生在有佛的时代 所谓的有佛 是纵然佛陀离开我们两千多年 纵然各教的圣人不复存在 但是还有法宝的一个流存 所以他还叫做有佛的时代 可是在我们三大阿僧奇节的学习的过程里面 你不会每一次都降生在有佛的时代 辟之国是怎么来的 独觉 没有佛 没有法宝 他凭借着过去生累结基修 毅理的一个灌溉 他可以对照外在大自然环境变化 他有所体悟 他觉悟了 他就正辟之国 所以你现在所有的研究的毅力 一粒耳根一粒眼根涌成道种 你这一生不成道 也是未来生你成道的一股不可或缺的资粮 所以道理多听 比钱多赚 他益处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因为钱有通货膨胀 道理没有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就没有价值了 我们看这个燕子 这个燕子他在夫妻之间 他有一个代表字叫做贞结 我们现在讲什么 红杏出墙 然后三七四切 讲道不好的乾坤了道都要分一点 免得两边有庙 都会有不平的心看着我 钱到在外面养小老婆 所以老婆要去抓小王 抓小三 老婆不守妇道 外面有小王 所以先生要去抓小王 这么多的一个乱象就造成 我在公车上看到 那个抓猴的广告的时候 当下没有弄清楚 是亚然惊觉 何时新庄 居然有这么多的猴子出现 还用这个汽车的广告 去做一个大篇幅的介绍 因为我以前不知道 什么叫做抓猴 后面一个人捏手捏脚 戴着侦探帽 前面有两三只的猴子在前面跑 这个画面不就是猴子逃跑了 把他抓回来吗 你哪知道他隐潭的意思 你哪知道他隐潭的意思 就不用我解释了 那你看这个燕子 那对于这个男女不贞洁的人 真的是荡活棒复啊 他真的就强调出一点 我们万为万物之灵 上天给我们天赋的一个优越的条件 让我们可以立在天地之间 与三财并列 我们放弃了做人的资格 下一辈子就没有机会取得人生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猎人抓了两只的大燕 其中一只死掉了 另外一只已经跑掉了 跑出去了 然后另一只被网住死掉了 一只破网而出的燕子 跑出去了大可以正式高飞 就躲开这个死结 他不肯离开 他又回过头来 对着那个死掉的 那个大燕就哀你 最后一头就撞地死了 他自杀了 我不是鼓励大家 这个情刺头上 想不开我就自杀 我不是这样教你们 现在为情自杀的人也不多 为情杀别人的蛮多 这是告诉我们 一个天上飞的鸟都有这种启示 在名神中 有一个叫做崔伯通的人 他养了一只大燕 一年多以后 这个燕子才被他巡抚 野生的变成所谓的家禽 大燕是一个猴鸟 也就是随着气温的一个变化 气候的一个变化 他会南来飞往一个飞 那他养这个大燕 就是摆在庭院当中 经过了一两年以后 有一天 从天上飞过一群的燕过去 其中有一只燕子 一个大燕 既然脱离了那一群的飞燕 就冲到了他的庭院里面 然后来到被他驯服的那一只家燕的身边 然后两个燕子有没有 两只大燕就那么缠绵的交紧在一起 很像我们在互相倾诉一样 天上飞来大燕 那家里面的这些的管家 当然要开始进行捕捉或者驱赶 可是外面任何人的来来去去 这两只燕子完全都不害怕 那个飞下来的也不肯再飞回天空 两天之内不吃 两只就相继死亡了 各位简险 21世纪的今天 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 我们一直讲五轮关系的核心是什么 不是父母是夫妻 夫妻是五轮的核心 有夫妻成家立业养儿育女 才有父母子女才有手足一个关系的行程 可是我们看看我们人类的婚姻生活是怎么经营的 比利时的离婚率高达71% 所以神父在助导的时候 不能够说勇于爱河白头偕老 因为可能不到几个月旁边又换了一个半年 711% 那个比例多高 全世界全十大离婚率的国家 全十大最后一名的是美国 排第10位 高达53% 两个人两对夫妻一对多一点要离婚 所以宜萱没有离婚已经属于奇迹了 我们宜萱是从美国回来的 我们台湾一向是当人不让 我们怎么可能让别的国家在这个地方 永远占据翱头 所以当不了世界第一 我们也占什么 占一个亚洲第一 2020年台湾的离婚率就已经是亚洲第一了 所以在座各位 比例我没有写上来 因为也相当的凄惨 好像三对里面一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一个明确的数据记载 你再回头看看那个 那个大雁为了他的配偶 他那种情的一个执着一个付出 我们能够不羞愧吗 接着我们来看乌鱼子的妈妈 乌鱼 乌鱼有姓 所以乌鱼也叫做姓鱼 可学去查过他们的一个所谓的运动的一个脉络 在水里面游的脉络 每年一到冬天 大批的乌鱼就会成群南下 跟所谓的清潮跟寒潮有关 就是暖流跟寒流有关 不是天空的暖流 水里面的暖潮 然后他会到温暖的海域里面 去产出他的下一代 所以乌鱼的前进的一个路线 他是不会变更的 顺着相同的路线前进 我们人类真的很聪明 我们就抓住他会走哪一条路 我们就半路把它拦截 乌鱼籽不能吃 季工老师有讲过 乌鱼籽一个软就是一条鱼 那一块的乌鱼籽 他就可能好几万条好几百万条 你一口吞下去不痛不压 你就跟着一百多万数十万的鱼 就结了二鱼 你说他不认识你 他不用认识你 他进入到谁的嘴巴 在谁的胃里面消化的 那个管道他也很清楚 他找的是那一点灵光 所以我们改头换帽 也躲不过他的一个追逃 所以乌鱼他为什么在五常德里面 他是列在一个性字 所以他外面有一个名称 捕鱼人都知道叫做性语 也是他不会轻易变更自己前进的一个轨道 时间到了他就会履行他的责任 他的义务 那我们有吗 我们有五轮关系不同角色的扮演 每一个角色后面都有他应该要去承担的责任跟义务 为人父子于池 为人子子于孝 为人君子于敬 为人臣子于忠 与朋友交子于信 这是我们的五常之者 就在那个水里面游动的鱼 他把他表现出来 不论前程多么危险 不论这条行径的路道多么崎岖 他从来不会伴福而废 他不会 所以我们一直讲我们是修道路 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要能够先圆满人道 人道进天道道 那人道里面隐含了什么样的特质 是我们应该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要去长养出来的 恐怖子讲 道虽自大不外事得 人以理性 各位前面你说问我 奇怪不是五常德有一个智智 你不是打了 是不是漏掉了 你们去研究一经就知道了 五常德的智显然常智啊 智不可以滥用的 没有仁义理性 你的智就可以用在正确的地方 我如果没有仁义理性的特质 我的聪明会滥用的 我会开锁 我开一个店 我可以帮助人家忘掉钥匙带来的困扰 我如果利用这个技术去闯空门呢 想过没有 所以五常德里面 这四种要行诸于万 唯有那个字你要藏起来 你就了解为什么老子讲大字若虞 那个是常智的一个功夫啊 这个你们读一经里面 就会看得很清楚啊 可道虽然自大不挽入这四德 这四德 人从天而来 天命之未信 你离我的自信里面 本来就具足这四德 我们在人世间 不论活的时间的长短 不论我角色的扮演 有多么的一个复杂 在所有为人所单为的事情上面 我恪守这四德 那个叫做你进人道理 人道权天地同归 天地也就不外乎这四德啊 所以辅天 仰天辅地 你看到的是这些东西 不是看满天的心动 不是看满地的花草 是在天地的一个得用当中 天得一则亲 地得一则宁 天地的那个一的一个得用 在哪里糟糕我们 我们学会了 我们去做 天难道不守信吗 白天太阳起来 晚上月亮升起 春夏秋冬 世纪的轮转 天有没有守信 他守信 他没有意味今天二人都我太阳不起来 他没有 这不就是信德吗 地如是因得如是果 你种什么种子 地就还你那个果物出来 即便你泼了脏水给他 他也能够化腐朽为神情 地难道没有信德吗 地也有啊 那你我的信德在哪里 各教圣人 不论你读因果经 太上感应篇 文昌帝君 英志文 各位前贤 不是一直在告诉我啊 告诉我们 立身处世之道 你不要轻诺寡性啊 我们在黄罗年前 我们不是有立愿吗 一求到立个十条大院 把他当一回事的人 有 但是求完道 忘记十条大院的也不少 所以多半的我们 能够往生到东帅活天 哪怕是站在外院 各位前贤 他都有浓浓的天文师的在后面庇佑 否则凭我们个人的修为 凭我们外在所付出的一个些微的事情 我们就想超越到欲界的三天 安稳的坐在欲界的第四天的外面 匹邻着佛国净土 那不是凭个人本事修来 他有天文师的 所以我们一直讲天人合一 儒家讲天人合一 他合在哪里 我人要怎么做才能够以天道合 人到尽天到达 什么叫做人到尽 以无我之心把人与理性行诸于外 那就是父母词只要孝 胸部有地要公 你不仁我要义 各位写一写 那个叫做以无我之心 那个叫做以初世的精神行入世之道 这是真正的达本还原 所以弥勒菩萨的过去生 因地曾经转为南北朝的副大师 他就讲一句话 一切动物都是有情眷属 跟你我有关系的 与我们行书体不输 我们如果见他沦落到处道当中 有了危难 那我们不能帮助他 已经违背了本性 如果再因为个人贪恋口腹之欲 让他们承受一个生命的一个煎熬 肉体的一个痛苦 各位前写 这个就是巴哈医生讲的 食肉会使自己残忍毫无人道 所以如果我们不肯改变饮食习惯 我们送出去的我们得回来 就在一尘口腹之欲之下 我们给自己的未来生埋下了无尽的一个隐忧 那接着谈 吃动物是有害人生的我们理解 那为什么五昏是植物 葱蒜酒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可以食用 这个可以从佛经 可以从中医学里面得到一个验证 人言经里面讲五昏星 现在所谓的五昏素为什么也不要碰 因为生食会增加春会心 他生的吃 吃的人天天在用的时候脾气大 我就想到我是典型的山东人 这样讲不知道有一天 线上人听到会不会不高兴 我们山东人饮食有一个特色 从小就是大蒜没有断过 我们在吃一些面食品的时候 那个大葱拿过来就是包在那个馒头 这个所谓的口袋饼当中的 我们都是生食 甚至我小时候的灵嘴就是糖蒜 妈妈把大蒜加糖腌制在那边 所以有事没事拿一串在那边剥着吃 这就是我小时候童年的生活 我现在就小 那我从小脾气就不太好 不太柔顺 我爹总怪我欠缺的女子的柔和 是不是跟这个生食应该也有关系啊 那你们会说这都是肯脱啊 那我告诉你 他虽然是一个我们讲肯脱自己没有修养 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你会有那样的食物来做饮食习惯 也有过去生的一个因缘 助长了我们恶劣的秉性 不断的扩大 很多事情是很隐为的 这是第一个 生食会让我们容易动怒 主手楼会助长淫欲 于是我在整理这份资料 我就想起我念书的时候在外面打工 我们公司有个副总 我在饭店的柜台打工 接待的都是日本客人 以前念书的时候有学一些日文 还可以应付 然后我们那个副总 他曾经跟我们的柜台小姐就开玩笑 不会有人开我的玩笑 因为我那一张脸让人家的玩笑不敢出来 有的时候大清早看他们在打招呼的时候 副总就开始讲 你们小心哦 我昨天晚上吃了一堆大蒜 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只认为你吃大蒜 第二天口臭牙齿要刷干净一点 我就没有想到其他 因为真的不懂 然后那些柜台小姐就嘻嘻哈哈的 我现在知道他什么意思 他是双关语懂了吗 然后第二个 五星的味道很臭 所以我们如果是做业务员的人 你天天吃大蒜 你一定没有客户 别人受不了 是不是 那鬼道的人 五行界有鬼道的存在 他们最喜欢这个味道 所以天天晚上 趁你睡觉的时候 午睡应该不会 因为艳阳高照 是他活动力最弱的时候 傍晚就是他的活动时间 所以你天天吃这些五星的东西 那个臭味把它吸过来 他就会喜欢给我们玩二流点画甲 KISS 亲吻我们 我们如果以仙佛为理 阳气日众可以趋吉避凶 天天有一堆阴魂不散的鬼在你旁边 给你揉揉抱抱 时间一久 你的福报就消了 这是人言记的记载 那现实生活有没有 有 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 所以早期一些朋友体制比较特殊 他们跟后学讲的时候我就讲 你只有改变饮食习惯 你不改变饮食习惯 你就没有办法断绝无形界对你带来的干扰 另外就是你有大功德 他妈不敢靠近你 第三个 我们学到的人 尤其我们炼讲 为什么指定你要亲口炼 这边是谈 不要说你吃三叶 那是不能碰的 你吃了五昏心的人 你纵然走修行的路 你能够将经典讲的蛇灿莲花 但是也没有任何一尊圣贤先佛 来旁边为你做护法 谁来 大力魔王 大力魔王来 他就会变化佛菩萨的一个相貌出来 来蛊惑我们 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个道理 然后让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就会破戒 因为戒律不清净 临终就进入到修罗道 所以过去我也碰到一些朋友 他们喜欢往软毯跑 一直跟他们讲你眼睛看不到 往软毯跑 你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也不够 可是他又喜欢跑 最后后学就给他一个建议 一个最简单的 你看一看这一个软毯的主事者 他吃货还是素 因为只要软毯的人 他晚上要练那个进攻的 你读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了 你练进攻你要先佛护体 对不对 你不要说你吃婚 你连五婚术你都得不到先佛护体 那来的是谁 你吸收的是错误的 你给的就是携取的 那就造罪了 第四个从养生的角度 五婚心不能碰 这个中医里面记载的很清楚 五婚会上滚 会损害我们的眼睛 还会伤肝 尤其是十二指肠溃疡的人 他最需要注意这一点 这是中医的医学上讲 我有一本医书 如果你们喜欢看 我可以免费出界 因为我已经看过好几次了 整本都看完 资料就从里面跑出来就知道了 还有一点 我们不是喜欢自己身体 有芳香的味道吗 我们如果正常的人 喷喷香水 喷喷明星花露水 确实会让人耳目一新 因为你走过的地方 有芬芳的味道 但是如果我的身体上面有特殊的一个体味呢 如果再喷上那个香水有用吗 我曾经在家里面煮臭豆腐 我这个人心有很大 我绝对不会煮两块三块 我一煮就是五斤 我煮了一大堆 红烧的 练技术 偏偏我们家 长期饭票 他是最讨厌臭豆腐的味道 到现在有时候看到我吃 他才会制止 他曾经跟我提过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吃臭豆腐 那他不喜欢 所以煮了一大堆以后 就要跟左邻右舍分 我觉得愿意吃我煮的东西的人 都有菩萨道牺牲奉献的精神 好东西分完了 剩了两三块 我们张兄应该还记得 那屋子里迷布了 那个臭豆腐的臭味啊 我去买了两罐芳香剂 一罐八十多块钱 两罐就花了快将近两百块 我喷啊喷啊喷啊 各位贤贤 喷完之后 空气当中凝结出了臭味 比原本的臭豆腐还要难闻 所以果不其然 我中午煮的晚上六七点 他回来了 他一进门就发觉 今天环境大变 真的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身上有异味的人 你不能碰五昏星 那酒呢 肉不要吃五昏星不要碰 酒可以喝吧 那这个在我们的戒律里面 讲得很清楚 酒可以饮用 但是他有前提 就是为了养生 所谓的养生就是我们年纪大的 年纪大人手脚冰冷 尤其是昆倒 所以你晚上睡觉前喝一杯小红酒 来软你的身体 附近血液循环是可以 又或者我们身体有病 比如说我们生病要排二路 我们怀孕要排二路 又或者我们身体有疾病 他需要靠着那个酒做一个影子 来让那个药物的作用可以发挥 这些情况之下可以喝酒 但是不可以几个人在一起 一杯葡萄酒 你一口我一口 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有一个开源的目的 那之所以不准饮用 也就是因为他虽然是五股杂粮润 但是发酵以后喝了酒能乱性 我们现在坊间看了很多 因为喝酒失去控制力 开车撞死人的底底皆是吗 我记得当年我们没满解 他开车回伊兰 路上就压过去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喝酒喝得有没有 昏昏沉沉躺在半路上 然后他半夜三更回去 就压过去 我还记得他跟我谈过这个事情 然后后面就衍生一堆麻烦 那个麻烦是因为他是修道的人 所以不与人计较 如果坊间早就解决掉了 所以当然也有他的一个因缘 那最初九戒并没有制定 佛国没有制定到最初没有制定九戒 是因为有一尊罗患他去外地的时候 然后在那边降服了一些的毒楼 让地方安宁 所以地方的老百姓感激莫名 有一些人就供养各种饮食 其中有一个女的就送了乳米酒 乳制品发酵的 罗汉拿过来就喝了 喝了以后当时没知觉 离开村庄再回到僧团的过程里面 还没到僧团 他就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佛陀派人出来找他 沿路上他的残障也丢了 袈裟也脱了 为什么 因为酒在乱性 所以从那以后佛陀就制定了几戒 酒戒啊 那喝酒脱衣服还算小事啊 喝酒开车驾驶人 别人为什么要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去承担丧失生命的一个危机呢 接着我们就最后谈 修道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素食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体好生之德 发扬我们的侧义之心 我们要修菩萨道 你即便不走大圣菩萨道 你要出三界六道轮回 你如果不斩断吃肉的这一个习惯 你是不可能出欲界天达 严格来讲你出不了地球啊 佛陀讲得很清楚 不持杀身食肉戒断绝慈悲种子 我们如果没有慈悲心 请问你修道必备的条件 事无量心 前面两个就是慈心跟悲心 慈心与人乐 悲心拔人苦 剥夺别人的生命是一件好事吗 所以我们改变饮食习惯 就是去发扬天道的好生之德 那如果不肯改变饮食习惯呢 那终究是我们所做的 还是要由我们自己去承担 所以纵然你不曾在这个人世间 做丝毫利人的事情 但凡你肯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 你就已经在做天地之间 相当重要的一件事 叫做好生力记 你有慈心 然后你有记住这些无情 这些有情众生的 一个所谓的悲心的存在 第二个 一切出马牛羊畜生之类 皆是累事冤亲善恶眷属 坠入轮回 改头换面来做畜生 这应该没有问题 那我再提醒你 被你吃的都是跟你最有缘的 无缘相见不相似嘛 有缘千里来相逢 所以在我们餐桌上的 那一些的鸡鸭鱼 都是累结跟我们有 殷亲眷属的关系 因为他沉沦了 他改头换帽了 而我们又没有说命通 所以我们不知道桌子上 那个盘子里躺的是谁 他可能是我们的爹 是我们的娘 是我们的手足 是我们过去最爱的孩子 所以过去不是有读过 两位高僧 所谓的寒山跟石德吗 他不是就曾经去到一个村庄当中 看到村庄有人在拜喜事 这两个一个是文书 一个是普贤再来呀 那根气很利的 一看有没有 两个人就在那边笑了 为什么 孙子娶阿嬷 阿公的皮被变成那个大骨的皮 然后在那边敲打 然后桌子上摆的那些鱼虾蟹 都是他的叔叔阿伯阿阿姨 来转世头胎的 那过去为他们宰杀的牛马羊 现在都是他的亲戚朋友 这不是告诉你吗 会被我们给吃掉杀掉的 都跟我们累以结有 有关系的 这是第一点 你吃他你杀他 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现在气势正旺的时候 运势最高的时候 他无法讨报 但是世间有白昼就有黑暗 有高就有低 人不会一路风顺 所谓的顺风顺水 有一天运势低的时候 排山到海的 讨报的业力就了 全世界现在 为什么栽结这么重 杀业照 所以佛陀讲 你不吃哪一道众生肉 就免除将来 轮回到那一道众生 投胎的一个危机 一切的畜生道 我们都不与他结恶缘 我们跟畜生道就断绝关系了 第三个免于成文恶道的机会 我刚刚讲的 一命还一命 所以不想承认到出生道 就是不要去吃他们的肉 这是你要断绝六道轮回 免除出生道危机的 最快的一个方式 第四个 胃蛋气氢 吃蔬果 它的营养成分很单纯 也可以足够维持我们设身肉体的运作 一开始就讲 植物是食物链的最底端 它们所摄取的营养都是最直接的 所以我们吃它 我们不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 就可以自动把植物的营养 转变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 你不消耗能量 你就免疫力会加强 就不容易生病 然后更重要的是 因为饮食习惯的改变 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内功 所谓的修内功 都没有离开禅定的功夫 人言经后面一个大篇幅里面 你看释迦牟没有讲 你破五蕴 那个五蕴 他没有离开戒定会三学 戒定会三学就是教我们赔内功的一个管道 戒定会三学就是一管道求到你所得到的三宝 用这三样宝贝来萃取自己的真心 来驱除自己的邪念 那是叫行内功 十节因缘到了这个时候 前贤们要多注意这个行内功的一个断念 那为什么吃植物可以让我们容易精气神饱满 吃动物除了它有毒素 另外这个动物隐含的意思就是 所有转世到动物界的有情众生 都是过去生在阳世间做人的时候 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他的本身他的磁场就不正 所以我们去饮用食用他的时候 也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一个习性 所以佛陀才讲 食用者诸天远离口气长臭增长疾病 你的皮肤容易出问题 当然这个不见得只有皮肤病而已 还有很多疾病 这些不论从西医中医或者从佛陀的经典 乃至于我们再读 王凤于言行录性理疗法 这个区块也谈了很多 第五个 这才是一个当活棒 现在世界各地战争那么多 死了多少 我们一直怕温室效应 那一个大炸弹炸过来 一个枪子射出去 请问他产生的那个温度 难道很低吗 一个爆炸的杀伤力多强吗 那会加重了地球 所谓暖化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世界各地没有任何安宁的地方 我们即便台湾 我们免于战争的威胁 我们有免于瘟疫的流传吗 一个冠状病毒锁我们锁了四年 大概有四年吧 我们都闭门家中坐了 佛堂不准来了 亲朋好友拒绝往来 结婚喜庆的地方也不敢厌客了 死掉要跟大家说告别式有没有 告别式也没有人愿意来 因为传染的管道太危险了 你没有得到启示吗 你说冠状病毒现在已经不需要隔离 有没有新的病毒出来 人的习惯只要不敢厌 人饿人怕天不怕 你没有看到日本出现一种叫做食人菌的病毒吗 那个好像叫做什么炼球菌吧 那个如果感染到 它的爆发力三天就出来 而且是无药可救 能够救回来的几乎很少 因为还目前没有一些的医药 可以克制那种病毒的一个伤害 这些各国都有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些惨烈的事迹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杀业 静音是什么 静音是我们还在继续杀下去 所以我们不肯去中断自己的行为 你怎么能够寄望透过老天的一个运作 还我一块清净的国土 让我可以在上面安生立命 所以我们不是有前嫌出国去开荒吗 结果到了墓地季就关起来了 因为传染到了 花了很多的飞机票 花了时间就是在那边接受隔离 你要这些吗 这些不是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吗 你很少看到还有肺结核 我的弟弟跟不认识人出去旅游 坐在一个游览车里面 结果那个里面有一个人得了肺结核 那个过去是法定传染病 你怎么知道他得肺结核 结果他去医院一检查出来 他前面的行踪都要报告 那驿车的人都被抓去了 不是抓去被请去 于是医生告诉你 你目前验不出来肺结核的菌 因为肺结核潜伏有二十多年 一二十年的时间 所以你到了年纪大 你的抵抗力弱 那现在有一个方法 就是先预防投药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残微的细菌在里面 它目前不能伤害你 所以验不出来 那你预贤投药的时候 就可以让你的未来没有那个隐忧 如果是我们各位前嫌 你要不要接受投药 我弟弟当然接受啊 三个月的抗生素没有断 一天都不能断 到现在的结果就是喉咙没声音 三到生代 你看 那以后我们跟人家出去 都请你拿出你的免疫力出来吗 所以危机四伏啊 这是过去已经成为绝肌的法定传染病 他又跑出来 所以我半个月以前去看他 鼓励他再去任何的大医院 再去做一个检查 能不能够恢复那个声音 那是在投药的过程里面 可能药太重了 所以就伤疤 也好 就永远可以金云满堂 因为沉默是金 寡言是云 可是人如果说不出自己想说的话 不是很痛苦的吗 第二个 素食减碳又环保 爱护去做环境 这是一开始我就跟各位前前讲 那边再举一个例子 美国为例 美国是大宗粮食的一些的输出国 他种的玉米20%给人吃 80%给那些动物吃 牛马羊之类的吃 他种的燕麦95%是给动物吃 用这些种的穀物去养这些动物 然后人再去吃这些动物 那动物的身体里面没有纤维料 是不是 所以浪费了99%的碳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 100%的这所谓的食物纤维都没有效果了 而我们在饲养这些动物 你要大量的水 然后动物制造的排泄物又会污染整个大地的环境 它的排泄物也有二氧化碳 所以透过这些明确的数据的记载 我们才会知道 吃肉的行为确确实实 是破坏地球生态的环境 过去我们不知道犯了错了 没关系 今天绝今是而卓飞 以后未来生 你都不要再犯这个错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把观念根深蒂固的扎下去 早晚有那么一生 我们来到人世间 你会像我们敬爱的弥勒祖师一样 你不食众生肉的 即便你不是降生在一个吃素的家庭 你与生俱来就有吃素的本能 佛门很多的高僧不都是这样来历吗 虚老和尚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记载啊 过去佛门有一个叫做冯冯的在家军事 他是将军的独生子 他在母胎之内 出来以后 连母亲的奶水都不能喝啊 那黄若那些昏心之物啊 他的父亲是一个将军 看孩子不吃肉怕他长不大 就打啊 你看这个根气多利啊 我们现在是人家鼓励我们少吃肉 你这个迂腐的想法 我们也是别人百般成全 我们才愿意走亲口这条路的 如果你羡慕那些高僧大德的一个根气 羡慕没有用 把这些观念记在心里 然后有时间对自己讲 我的来生来世 我的永生永世 我都不与众生结恶缘 我都甘愿放弃食众生肉 哪怕我的生命受到任何的一个为难的剥夺 我也不因此去改变自己的初衷 你天天这样自我灌输这种观念 就确保你来世 你有一个好的开始 然后从经济效率看 这个吃肉确确实实不划算 你养活一个肉食者所需要的一个根地 他可以养活20个吃素的人 那为什么要谈这一段 我要让大家回过头来 对于你自己先三餐可以温饱 对于你自己还要因为吃的太多要去减肥 你要有一个惭愧的心啊 因为在你看不到的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某一个国度里面 天天都有这么悲哀的事情发生 我们的地球到现在20世纪科技这么文明 每一年还有2000万的人营养不良死掉 这个不包括战争 纯粹营养不良 每一天有38000个儿童死于营养不良 这也不包括战争战区里面的那些孩子 我看到这些画面呈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 看到那些孩童的一个瘦骨灵鼠 看到他的两个眼睛因为瘦弱到 显得更为巨大的时候 那种无助的眼神啊 你会觉得很难过吧 我们世界饥饿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 世界的环保卫生组织 卫生组织 他曾经预估过 希望2030年地球再也没有欠缺食物的人 也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维持自己生活之所需要 现在2024年 罗尔前写 我拿2022年的统计数字给各位看 我们全球有8亿的人口活在饥饿当中 2022年 那个时候这个资料出来 恶务战争没开始 2亿是5岁以下的儿童 5岁啊 我昨天看新闻报告 检察官现在在判 那个两个姐妹 害死一个3岁小孩小男童 凯开的事情 那个检察官讲 当他在看到那一份医生给的报告 然后包括姐妹承认犯行的过程 怎么残怨那个小孩的时候 他说他的眼泪就没有停过 你能够想象那个孩子没有东西吃的那种可怜吗 每5秒就有一个儿童死于饥饿 我们要减肥 你不用减肥 你有能够了解世界各地的资讯 这些资讯存在我们的手上 可以让我们的侧义之心再度的复苏啊 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结论 素食对我们的人体有绝对的健康 然后对我们居住的环境 也能够带来正面的影响 我们活在地球上 我们希望自己能够逍遥自在 我们改变不了别人 但是最起码透过自己的改变 我们去影响别人 所以真正能够改变隐私习惯 他才是彻底的环保爱地球 也是我们在累积的轮回当中 在这一生在这一个时刻 你为你自己做出最正确的一个结择 你踏出于人生最美好的一步 你营造了你未来可以成功的契机 因为最起码你不与动物几恶元 你免于恶道轮回之苦 这是透过今天修道与素食这堂课 希望跟各位勤贤 我们重复去温习素食的一个重要性 感谢利安士德 谢谢各位勤贤